当王宝康 王宝同堂 你怎么渡假去美国呀 就去了几天而已 我问他了 我说你英文还行吧 就是随便聊还行 我一想都可以随便聊了 应该要个啤酒是没问题的 对 我就过去 我说你跟那个服务员说一下 一说完了立马拿来手机 没事 你问吧 我一看没办法 我就过去跟前台说 我英文很差 我说 请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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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挺ok 这他肯定能懂啊 但是我还想说冰的 还想说 就是让他快一点 还想表达很多 因为他知道我们怕太晚了 然后我一看 我说马上你再给我追 你跟他好好说 我怕没说清楚 啊 然后就走到快点 哎 你快点啊 哎 你快点啊 快点吧 困住了 老板 你到谁那来 你快睡这儿 别闻得你难受过来 你去躺吧 我就睡这儿了 你说吧 你也睡不着 你快过来 好 我就睡这儿了 你别说了 你放个床不着 你再睡那去 我软点睡不了 你还不信 快 你来 穿穿穿 你有病啊 睡觉不穿衣服的 你快要累穿我 这个条件不是落睡 穿穿穿 第三顿 我拿到那个奖 我特别的觉得骄傲 你先说说我再想想 那不如我先替他说说吧 这个证人我看了 我觉得惊叹 没想到张家辉可以演得这么好 因为我看过他好多的电影 我知道他一直很努力 像我一样 刚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 有的同学就说 黄博也考上电影学院了 现在的招书标准太松了吧 后来呢 跟我们的一帮帅哥美女的同学去试镜 然后导演跟帅哥美女聊了很久 然后过来很礼貌的跟我说 哎 请问你是他们的经纪人吧 后来还有一位长辈跟我说 知道我要演戏了 然后跟我说 女怕嫁错狼 男怕选错行啊 看样我选对了 第四顿 对吧 成龙国一栋的顶州 然后伯哥是第一次来是吗 人是第一次来 你知道吗 对对对 所以刚才看两位一直在 有些什么是能够跟我们简单透露一下的吗 是有合作吗 要切磋一下武艺 你知道吗 他教您什么了 他教您什么了 是我教他 你教他什么了 嘴上功夫 这叫武艺是吗 真正的高手 所以这次来感受到咱们这个大同的温度了吗 感受到成龙电影周的热情了吗 是是是 对 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往后拖了一段时间 但是该来的这个一样会来 这个也希望这次活动圆满成功 就是闭幕式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吗 表演啊 就一会就上台 好难踩的两位嘉宾咯 脸都不配合 怎么不配合 非常配合 我觉得 这个虽然大同啊 今天天气又降温 但是你看大同 这个群众都是很热情 可以带来温暖 你看 波哥是吧 宏观满面 他有个位子 总爱塌方 这怎么又塌方了 出了大事故 那就没别的路可走了吗 到时那个从那个泥巴小楼穿过村子 可以过客 哎那你管他呢 从这走不完了吗 司机不能随便更改线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嘛 出了事情我负责好不好 我家里钱还不行吗 那你说的啊 缺了事情你负责任 能出什么疑问 糟糕好甜的 大事 你不要压了吗 你开那么多车子 很幸福的 他说 他非要我从这里走 他说他 你给我夹来 你卡一卡 你卡一卡 我看我看 那你松开 是不是你让那个司机开车过来的 你不找司机找我 我是城里的村子 你想不想的 你不就想额钱吗 五分 不过 一千 你以为你求你有钱 压死人呐 还不快就过来 快过来 快过来 好伤害 谢谢同俺小伙子 一个脏乎 他都咬了我老子 第一队 第三队 你今天有什么 能不能让一让 然后看起来自怒 谢谢 我要唱 我们就要打 我让保长唱 你们俩唱去吗 关着个忙 传绠就是力量 我们要传绠 想起拍词 就提醒一下 要不然就一起唱 不然演唱 不然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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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对 演戏的是疯子 看戏的是傻子 他真把观众当傻子呀 对不对 你这个确实是 他把我跟王宝祥找过来了 于是他就变成了高富帅 徐珍和黄渤对高富帅的称号 争风吃醋 味道现场的王宝强 却另有一番见解 其实都挺帅的 三个都是帅哥 但是呢 各有各的帅 徐珍呢 是没有头发的帅 然后黄渤呢 是长相有特点的帅 我呢 是比较有形的帅 这么说吧 这个男人呢 没必要飞 一定要长得多帅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有魅力 你像黄渤长那么难看 那人家说话就幽默 是吧 人家说话就搞笑 那就是他魅力 就是反正你怎么看都觉得帅气 就觉得有意思 许中人家没有头发 但是人家有才 有智慧 是吧 给你那些东西就是 你有觉得真帅气 真男人 你想我吧 就是比较有亲和力 是吧 长相也挺好看的 也挺 大家愿意挺给我聊天的 大家愿意给我交朋友 那是这种的魅力就帅气 是吧 所以说各个各个特点 你不要更 女士太重要了 尤其女演员感触更神 对不对 反正我是不敢得罪摄影师 拍得好看或者不好看 倒是不太重要 万一给我拍虚了呢 演半天都没看清楚 这我们的感受还不太一样 对我来说 如果说稍微虚一点的话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但是我有一点就是特别不明白 我都走了二十多年了 为什么还没走上来 我讲着你再走二十年也够呛 你这话让人心太凉了 此话怎讲 黄先生 我们现在颁发的是优秀女演员奖 您是 是这么回事 那我就不在此继续努力了 优秀男演员 听着都缠人 真的你看 你放眼望去 下面 全都是实力派 就是 偶像派全都站在台上了 那我也先下去一会儿 你别 一九段 期货奖献的黄博心情不错 接过了剪刀手造型的奖杯后 调侃起了好友王宝强 奖杯太厉害了 干嘛直接把王宝强的脸放在下面 下边 除了王宝强又不呼中枪 太炯铁三角之一的徐峥也没躲过黄博的一张嘴 为什么导这片子 因为最近有个片子还挺火的 票房很好叫太久 但他看过没 导演是徐峥 当然是徐峥 他现在也很兴奋 是 拍这些小片子就是为了告诉他当导演也没多大事 常常在KTV里最麦霸的他 还自分为中华曲库 抬高自己的同时 黄博还没忘了贬低别人 可怜的王宝强再度中枪 徐峥唱歌呢 徐峥唱歌 朋友关系都挺好的 说个别的 徐峥 飞机飞在天上能停吗 那怎么停 取航班就不飞了 你让它取航班 飞机已经飞在天上了 怎么取航班呢 那别人说那飞机怎么就起飞过两 那是碰到大雾天气 大雪天气了 还是能碰到大雾天气 碰到大雾天 飞机就不飞了 由于长沙机场大学 现在飞机就飞航班 请各位亮点 这两天是不是就弄死了 两次 这怎么不动了 啊 真的啊 前面不会烫吧 不想欢迎你会有飞机 嘿 真烫 闭着你的乌鸦嘴 小外 你看这欢歌多黄 大哥 这是长江了 哎 什么 中江了 真的啊 真的啊 真烫 我中了 什么都中了 让你 你是一顿 飞机都是坐飞 好 哥 二D咋走的 辛苦安全 过来就找到二D了 去吧 你哎 这个也不让我带 你这个也不让我带 你这行李啊让你推运 行 我当你会用你推运去 可是我这杯牛奶 我 为什么就不让带 不好意思先生 根据民航机的规定 液体一日不准带上飞机 如果您坚持要带上飞机的话 那你可以跟着你的菜刀 一起下去做运 或者现在你就被喝掉 雷天嘎巴 红情烂瘦 鸿肉四季 二 今天来的 鸿肉脚 鸿肉骨 鸿肉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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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彩 鸿肉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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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迹 宝强是个奇迹 一定是奇迹 是为什么呢 长成这样 依然可以拍电影 经常问在那个 困难重重 泥泥重重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年轻人 我说都这么难了 你为什么还要坚持着 在电影的道路上走下去 他们说怎么样 我没有王宝强高 还是没有他帅 他行 我为什么不行 最近大家很熟悉 很神奇 延迟呢 这个我就不提了 这个反正是人家厉害 人家既演了曹操 又演了刘贵 一个人什么都能演 你就说自己在家里面 说什么煮酒 论英雄 自己一个人玩了 对着镜子 拿一杯酒 论天下英雄 为 鱼和为 对面 鱼和为 两人还可以对威共演 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请出 童亚令 李亚 童李亚 童李亚 上台之前开玩笑 火车 一十三顿 能不能再跟他说吗 还可以 第一 这都能再跟他说了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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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走 走 走 我发明了全方位多的历史 加速感应器 会在你身前感受的 同时电车的感觉 哎 黄老师 你要是感受一下呗 你永远按住 你放两个人 五号五号 不要我按住 继续感受 黄老师 我的一条 每时就是老宝一日按住 一条我的一条 一日三三个月一半 一条我的一条 今天晚上风很大吗 把你的头发都吹歪了 对 今天确实是 这是心情的一种外话表现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心情 有多么的澎湃 那服装呢 今天晚上你穿的是 呃 睡衣吧 因为我五年没有来金马奖了 所以我是穿得特别的浓重 不过你嘛 你看看台下 梁朝伟啊 刘德华啊 陈龙 他们穿得都很隆重的 对对对 因为他们是客人嘛 客人到别的家里边去 当然要穿得隆重一点 因为你知道你有五年没来 这五年我一直在金马奖 我已经把金马奖变得像家一样 回到家里穿什么 对不对 回到家里一定要穿得舒服一点 挺舒服服的 对不对啊 啊不过就是我我家不是你家 哈哈哈哈 谢谢谢谢 也没有其实我刚才看到就是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刚才还有一匹马跟你一起 哈哈哈哈 对对对啊这么久了只看到人骑马还没看到马骑人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玩笑开了一会儿 那还有你得过多少次奖 我是提名了三次 得过一次 哇已经很厉害了 真的吗 但是今天这个还真的不敢说 因为在下面有很多人拿过很多次奖 对 但是我就更不好意思说了 嗯 我只拿过半次奖 怎么说 对 我们那一届是有一半被张家辉拿走了 对 所以我回去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呀 我说说啊你是影帝 对啊半个 其实从那个张家辉在哪里 在哪里 张家辉 哦对对对 其实从张家辉 其实从张家辉